我今年19歲 然後我養了一隻貓 還有我的專長是跳舞 還跳街舞 然後街舞專長 擅長的部分是freestyle 然後平常我喜歡自己亂做飯做菜 亂做飯是 就是也是freestyle 對 還有什麼 然後我現在還要嘗試寫詞 然後我想搞一般就是三公分體重四十六公分 好的 好的 程炫你好 姐姐的名字叫喻言 我以後會好好照顧你的 這麼簡單 對 我覺得因為你一定不記得我 因為我沒有印象 因為你是在我之前進來的 對 我是第三組進場 所以其實我就是 開始就是對你有印象 是在 是在咱們倆上舞蹈課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我就是更能 就是近距離更親近的了解你這個人 然後就話也多 很早到教室 然後我也算挺早 然後經常我去 然後就會看到喻言姐姐在那裡 這可能就是 就是我對她的一個 就是出場景的一個感覺吧 但是 但是在那個 迎新會上 然後我看你 我就覺得你很帥氣 哈哈哈哈 就是覺得很帥 然後你走過我旁邊 因為你 你就還穿高跟鞋 然後就一臉很不爽 一樣子會 然後 我就一直盯著你 然後你都沒有發現 你就 就走了 我好像誰都沒咋看啊 你直接就 就走了 可是現在很不一樣 哈哈哈哈 因為跟大家熟悉了嗎 為什麼 悅悅姐姐你對我話這麼少啊 蛤 我對你還怕少嗎 很少 因為你常常 跟其他姐姐鬧著玩 但是 但是對我就 會比較 安靜一點 比較強就是看著我 你常偷看我 哈哈哈哈 救命啊 這問題我要怎麼打啊 我怎麼打才合適 因為 因為 我就是 拿你當 小孩子吧 然後 我不知道 就是 會 就是跟其他姐姐 因為他 我感覺他們都是跟我 是那種同齡人 所以就是 我可以跟他們玩得開一點啊 然後 說一些玩笑話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就是挖苦他們啊 就也可以 但是跟你的話就是 我怕就是 生怕就是說錯了什麼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讓你 就是 回去後不開心啊 或者就是 就很天真地以為 回過預約節 真的怎麼想我啊 什麼之類的 不會 就是大概這個 因為我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其實想跟我說話 只是你害羞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不敢跟我講話 還是我哪裡 就是 讓你覺得說 他講這個好像不太好 那其實不用了 我其實挺想問你這個問題 就是 一次次舞台 就是 拍攝的時候 咱們經過了 這麼多的舞台 就是 你覺得就是 哪一個舞台 是你覺得你自己 突破性最大的 就是跟你自己本身的表演 就是最不一樣 但是你覺得你完成的 還不錯的 就是最喜歡的舞台 或者是覺得 你自己完成的最好的舞台 還有就是 你覺得哪個突破性 是最高的舞台 你可以說一下這三個 我覺得 我覺得是 LION吧 就 因為其實 要帥 可是 我是可以裝很帥的 但是 就是 同組裡面的姐姐們 都太帥了 就是 顯得 我的帥很平凡 所以我必須要 就是 再突破自己 就是 把自己的標準 拉得更高 才能和姐姐們一樣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那你覺得 就是哪一個舞台 是跟你就是 就是 反差最大的 反差 對 就是跟你自己最不 靠邊的 也不是說靠邊吧 就是 不在你的 擅長領域之內 其實我覺得是 R&B 因為 風格比較 成熟一點吧 然後 對於我來說 我很有可能 就是 不是很有可能 我很容易 就是把它變成 看起來太幼稚了 或者是 大家就在我身上 找不到 那樣子 就是優雅 那你覺得 你完成最好的舞台 是哪一個呢 我覺得 是我總之 那我也覺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一開始 其實大家 給你給別人的感覺 就比較高了 包括剛剛 勸也說 可能 尤其是一進場的那一下 大家都會有 一個怕怕的 覺得自己在節目裡 或者是說解放天性 我不是說解放天性 我可能是一個 比較認真的人 所以就是 可能剛開始 跟大家 不熟的時候 不熟的時候 會 就是會有一點 不知道說什麼 然後 就是 也會對人 也會有一定的戒心 然後所以 其實我本身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活潑的性格 我覺得 只是後面 和大家熟了以後 大家可能 就是我說的話也多了 所以大家 也就是發現了 我不一樣的一面吧 然後那一位 就是曾肯你也說 說你好好的 都長了一張嘴 不用擔心我 我可以的 我們都是汉 沒關係 我可以的 都是男子汉哭什麼 曾威猛 他喻喻好好的 就長了一張嘴的 因為我跟她 是比較熟的 我們倆已經認識 四年多了 所以可能 我跟她 在一起的時候 可能就不會畫少 我就畫多 就把我本身的一些 性格上面的東西 可能就暴露出來了 然後最近大家 發現 你就對甜甜的妹妹 好像是沒有什麼 抵抗美女 然後宣剛才也說 你都會偷偷去看她 難怪 難怪 他會那天 他一直說 今天真的好開心 他那天晚上 他講了三次 這句話 然後每次講 就會往後倒 這怎麼說 我自己沒有 沒有就是 有這麼覺得 我只是 就是覺得 女孩子都挺可愛的 就是 會覺得 有天真浪漫的一面 就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本身女孩子就是一個很美好的一個 在我 在我的眼裡 就是她會有很多美好的事物 就是 所以我可能就會看了 會 開心吧 因為我可能就是擅長發現 人 美好的一面 然後 然後那個 自己會跟 像 炫家的甜蜜 相處的話 會不會 也會 你自己會變得比較軟 就是跟她 就是跟她講話的話 我就是 不會 就是像 跟 你別人可能 很熟的朋友 就是自己 也會變得溫柔起來 因為怕就是傷害到就是很溫柔的人 嘛 所以 所以也會變得溫柔 那你自己會 有會覺得說 哪個舞台或是哪一方面 還沒有達到自己最滿意的狀態嗎 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舞台 就是 呈現出來的 效果 包括一些燈光舞美啊 都是 我就是 夢想中的 就是都很完美 就是因為我來到這裡就是 我的願望就是有一個人生中完美的舞台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舞台就是 節目組都幫我做到了 所以 其實我還是想再提升自己一些 本身的東西 就是 能讓它變得更好吧 因為我不相信我的空間就到這兒 我覺得我還能更好 所以想提升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東西 一些基礎 剛才其實大家 就是 感覺上 你是屬於整個親家裡面 幾個最自律的代表之一嗎 嗯 所以你是什麼時候就養成這種 會這麼自律的習慣 我嗎 嗯 我其實就是 有一些東西 就是大家喜歡吃的 我其實就是沒有那麼感興趣 就是吃也 吃也行不吃也行的那種類型 所以就是說 自從慢慢慢慢開始 接觸 大螢幕這種東西以後 就是所以 有的時候會真的會發現 你上鏡可能真的會比現實 要胖很多 就是它會把你的臉放寬 其實現實生活中 就是 如果單看的話 其實就是不會覺得自己 有哪些 臉大的問題啊 但是上鏡以後就會發現這些問題 所以說就是 嗯 為了上鏡的時候 可以就是 更好的去 就詮釋一些自己的作品 就是更好的 嗯 把一些角色塑造得很好 因為我 就要說